大家好,今天要介紹的是Sally Wars參數的A.N.羅茂篇 今天所教導的是使用參數式的繪圖 然後繪製出這個像市面上試構建的A.N.羅茂 這裡你可能會有遇到一些尺寸 遇到的時候,往往我們都會把參考表打開來 然後依照上面的尺寸來做個繪製 今天就是教導各位說 我們這個A.N.羅茂其實我們只需要畫過一次之後 未來我們只要透過參考表 像這樣的參考表,我們知道裡面一些尺寸 然後藉由輸入尺寸的方式 來建立我們想要的A.N.羅茂 以及說這一次我們所教導的 它是會把真實的羅文給它畫出來 所以我們這個A.N.羅茂畫完之後 我們可以透過Sally列印把它列印出來 它是可以去做索附的 這裡我們要怎麼去做它呢?我們就去看下去囉 然後首先呢我們要繪製A.N.原羅茂之前呢 我們需要的是做一個數學關係式的建立 那這裡呢會有幾個學習的前提 第一個呢你必須要先學會了數學關係式的建立 第二個呢你必須要學會了真實羅文的一個建立 所以如果對於這兩個畫法呢或是建立比較不了解的 建立你到影片底下的說明 這邊會有數學式的錄名篇 以及真實羅文的畫法篇 那你如果這兩個呢你都有去參考 或者是你已經學會了 我們再來進入下面的單元呢 你會比較合適一點 那一開始呢我們這邊呢所建立的數學式呢 是跟真實羅文那邊是一樣的 那這邊給各位做個參考 那差別在我有一個地方有做改變 就是這個總長度 總長度的L呢我們在真實的羅文篇裡面 是可以去做輸入的 那這邊我是連結了另外一個數值 我讓它連結的是 BN乘以2 那BN是什麼呢我們來看一下 BN就是我們羅帽的外徑 所以呢我事先會畫出一個羅文 一個羅絲 那這個羅絲的長度呢會比羅帽還要長 好這樣子呢會方便我們等一下來做一個凹陷的動作的時候 把內羅文做出來會比較方便的 好那這裡我們要輸入的是整體變數 那這邊呢你可以按暫停放大 或者是呢到影片底下的說明 我都會放上這一些整體變數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我們需要輸入的是什麼呢 那一開始的D跟P呢 就是我們在羅文的時候可以設定的 這邊是我們的牙 是多少 以及羅具是多少 那這裡我們要輸入的數值呢 其實我們都可以從 AN羅帽的參考表 都可以找得到的 像這裡 這次呢我示範的是M12x1.0 特別注意這邊的羅文的羅具呢 不是一般我們使用的羅文的出牙的那個形式 它這邊有它特殊的形式 我們來看到 它這裡的羅具呢都是比較小的 那我們就依照這邊來去做設定 那其他的呢 我們就會連結的數值 那首先我們先連結進來 那這邊呢我讓各位參考一下 這裡呢D我給它12 P是1.0 然後BN BN是4 然後D3是22 D4是17 D6是12.5 然後S是3 T12 G是18 那這裡你如果對於這些數值 比較不了解的 你可以到參考表 這邊網路上都可以查得到的 我們就可以查到說 現在我們是假設是 12x1.0就是AN01 這裡的輸入尺寸都把它輸入進去 或者是說 我們可以在後面呢 打上一些備注 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這些是什麼 那如果不了解的 我也會放在影片底下的說明 你可以去參考它 那我們第一步呢 就先把這個 整體變數給它輸入進去 好首先呢 我們要把 圓羅帽的本體畫出來 那這裡呢 我們會用到的指令是旋轉 那這裡我已經事先做好了 所以呢 我會進入編輯特徵 讓各位看一下 那各位要注意一下 我們這裡所使用的呢 是多本體的技術 那這裡如果對於多本體 比較不了解 你可以到影片底下的說明 這裡會有多本體的入門篇 那你去參考的話 你就會了解 多本體的用意是什麼 那這邊呢 我們就是在做 旋轉天上的時候 把合併結果不要打勾 它就會變成兩個實體 那這裡我直接進入草圖 給各位看一下 進來草圖之後呢 我們一開始預設呢 我們設定完數學式之後 我們就會自動產生這個螺紋 那這個螺紋呢 它是M12x1.0 然後呢 它的長度呢 是Bnx2 Bnx2的意思就是 我們這個羅帽的兩倍 所以我們就可以來 繪製這個圖案 那首先呢 我們先 在中間畫出一條中心線 然後 看畫面上這裡 畫出在那個形狀出來 這裡呢 畫一條垂直線 然後兩邊倒角 然後一個這樣的形式 這裡呢 你可以按下暫停 來看一下這個形式 因為這邊呢 是比較簡單的 我就沒有另外做示範 就是以標註已經完成了 給各位看一下 那這裡呢 設定的部分呢 我們可以在這邊按下右鍵 然後選擇它的 終點 然後終點呢 跟我們的圓心座水平放置 那這邊它就會是一個 在一個 對稱的地方 然後上下 我們都給它標註 是45度 給各位看一下 標註完之後呢 我們要給它一個尺寸 首先我們給它 是內徑的尺寸 那內徑呢 這裡 我們點選之後 點到中心線 拉過來 它就是標註成直徑 那這裡 第一個 內徑我們要標註什麼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裡呢 我們要給它的數值呢 是D1 那D1的意思呢 我們這邊有連結數學式 它就會連結了這個地方 好 標註完之後 我們再來看 接下來我們要 標註的是哪裡呢 我們就是 這裡我們給它倒角之後 最外邊這裡 它的直徑是多少 然後這裡呢 剩下的我們就要去參考 這個 艾恩羅茂的規格表 好 它這邊都有一些參考值 好 那我們就依序的來看一下 那這邊它所代表的是什麼呢 我們來看一下 好 這裡呢 就是D6 D6的數值呢 以這個 AN01的話 它是12.5 那12.5就是 羅茂它倒角的尺寸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就連結這裡 那這邊上下都一樣 我們就可以用設定的方式 那這邊細節給各位去嘗試 接下來呢 我們設定羅茂的外徑 那羅茂的外徑是什麼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是 好 這裡是D3 好 D3的意思就是 羅茂的外徑 它就會連結了這個數學式 好 那這邊數學式的設定方式呢 我們就是標注的時候 給它等於整體變數 好 假設是 這邊是厚度的話 就是給它等於Bn 那它就會連結數學式 好 那像這裡厚度就是 改它等於Bn 好 Bn就是什麼呢 羅茂它的寬度 好 羅茂厚度 再來我們標注這邊 這裡呢 給它一個30度 好 這邊是固定的 好接下來我們標注的是 30度後面這裡呢 會有一個 一樣是直徑 那這裡的尺寸是多少呢 我們來看一下 好這邊呢 是D4 D4呢就是羅茂後面這個底徑 好 那我們都連結完之後呢 我們要做一個確認 好確認一下 這邊是不是一個完全定義 好我們看一下右下角 它是黑色的完全定義 完全定義呢 才是OK的 因為我們未來要更改參數 如果沒有完全定義的話 它會跑掉 所以這邊要特別注意 然後畫完之後 我們直接做 生長的 旋轉的填料 旋轉填料的時候 記得合併結果不要打勾 讓它是兩個實體 好我們來看一下 像這樣子 預設它會把合併結果打勾 那我們就把合併結果打勾 這裡呢 打勾取消掉 好 那做出來之後呢 它就是一個 多噴底的方式 兩個實體 那各位呢就先做到這裡囉 接下來呢 要做草與複製 那我們的圓羅帽呢 基本上它會有四個草 那這四個草的用意是什麼呢 它就是用這扳手的時候 我們需要把它鎖附的時候呢 再用的 好那這裡呢 我們就直接來做繪製了 好那這裡呢 算是比較簡單的 那我就直接 進入草圖 跟大家做個說明 那這裡呢 就是使用簡單的生長塗料 就可以完成了 首先呢 我們先畫出了一個方形 然後在外邊這裡呢 做一個參考圖圓 然後把 多餘的線都修掉之後呢 記得一樣這邊按下右鍵的 選擇終點 然後呢 再選圓點 讓它垂直放置 那這兩個點呢 你可以讓它水平放置 或是兩條邊線 讓它等長等近 像這個方式把它限制住 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連結參數 第一個呢 我們連結的是 這個寬度 那寬度是什麼呢 我們從這裡 數學誌就可以看到 這裡的寬呢 槽寬它是3min 好那直接標注3min 那接下來呢 你可能想說 要標注的是 槽深 那因為這邊呢 有一些地方被切除掉 所以它是 尺寸可能會 有一些不一樣 所以我們呢 就運用了這個G 這個G就是兩槽的距離 用這個方式把它限制住 這樣子是比較好的 所以呢 我們在原點這裡 畫一條水平線 然後標注底部呢 連結的水平線 它就會變成 標注這樣的一個方式 然後讓它連結等於G G就是兩槽的距離 這樣子呢 我們就把這個地方 做一個完全定義 而且是連結參數 好連結完之後 我們直接用深藏除料 把它除掉就可以了 那這時候呢 你在除掉的時候 它可能會要你選擇說 你要除掉是哪一個 本體 因為你現在有兩個本體 你可以讓它軟體 自動去選擇 或者是你手動去選擇說 我要除掉的是這個本體 這樣也是可以的 接下來呢 我們就使用 環狀複製排列 然後複製四個就可以了 這邊我們就不用連結參數 因為 未來要更改的時候 它都是四個 所以這邊就不用再去連結 那各位呢 這邊是比較輕鬆的 我們就先做到這裡囉 接下來呢 是這個單元 比較困難的地方 也是一個重點 我們接下來要畫的是 真實的內螺紋 那這時候呢 我們就要運用這個 真實的外螺紋 來產生這個內螺紋 那我們要怎麼做呢 我們可以運用 凹陷指令 那這邊的做法呢 會跟參數的螺紋 是一樣的 那這裡如果想要了解 或不了解的呢 你可以到影片底下的說明 那邊都有參數螺紋的入門篇 你可以去學習一下 我們該怎麼使用凹陷指令呢 那你如果還不會的話 也沒有關係 等一下也會來做個講解 那首先我們怎麼做呢 我們直接點選這個凹陷指令 那點選進來之後呢 我讓各位看一下編輯特徵 首先呢是目標本體 那目標本體呢 是什麼呢 我們就要選擇的是 我們這個螺紋的本體 然後再來 我們要選擇的是 移除的選擇 那移除的呢 是什麼 我們就放大來看一下 我們要選擇的是螺紋的地方 好 兩個斜面以及這個圓柱 這三個我們把它選舉起來就可以了 那底下這一個 圓虎的地方呢 你可以選也可以不選 那基本上我這邊示範是沒有選擇的 選完之後記得把除掉打勾 打勾完 再來我們就要設定呢 是 你要給他的餘細是多少 那這裡為什麼我們要這麼做呢 好 因為真實的螺紋跟羅帽呢 他一定是有一個間隙在的 好 像是我們如果要把它運用在3DDM 也必須要這麼做的 如果你兩個是沒有間隙的呢 通常印出來之後 我們是沒有辦法做鎖附的 好 所以一定要做這個動作 那記得 你選完之後呢 他可能會有方向性 如果你沒有辦法做出來 好 你有兩個方式 可以做調整 第一個呢 你把它翻轉方向 有可能你的方向錯誤了 再來就是 你給他設定的這個 餘細太大了 好 你可能要下修 假設你一開始是設定0.5 那0.5之後 他顯示沒有辦法做出來 那你就往下修 0.4 0.3 0.2 0.1 像這樣子 舉例一下 把它做出來 那這裡呢 我所示範的是0.1 那這樣子 我們設定完之後 直接按打勾 基本上 他就會把這個 內羅文做出來 而且是使用凹陷指令 是相當方便的 好的 像這樣子 他就把它做出來 那這邊各位可能看起來 會比較 沒那麼清楚 那這邊呢 我用半剖面的 各位會更清楚一點 好 像這樣子 我把它拉近一點給各位看 我們半剖面的時候 就會看到 我們參考的這個 羅文呢 是在這個位置 然後用凹陷做出來的 內羅文呢 他就是運用這裡 偏移了 我們剛剛所設定的 0.1 所以他是有一個間隙在的 所以我們如果使用3D列印 把它做出來的時候呢 他是可以去做首付的 就像這樣子把它做出來 而且他可以去連結參數的 那這邊呢 各位做到這裡呢 我們基本上就完成了 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示範更改參數 會不會變成我們想要的 AN羅帽 那首先這裡呢 我先來示範一下 我們呢 現在是 AN01的羅帽 那這邊呢 我把它假設 我把它改成AN10好了 那AN10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數值 這邊AN10的話 它就是 M50乘以1.5 然後它的D3是多少呢 我們來看 D3呢 是70 然後 D4呢 是61 G的地方呢 是65 BN的地方呢 是11 然後 S的地方呢 是6 T的地方 是2.5 然後最後 D6的地方呢 是50.8 那像這樣子 我們都有這些參數之後呢 我們就進來 我們的畫面 進到數學關係室 直接把它打開來 那這邊我就直接釋放 AN10 這個 圓羅帽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會不會變成我們想要的 我們就把這些參數都把它輸入進去 好 像畫面上我們看到了 它已經變成這麼大了 好 那這邊呢 給各位 轉個方向給各位看一下 它已經變成一個AN10的一個圓羅帽的一個尺寸了 好 是相當方便的 所以我們這些指令呢 我們只需要畫一次之後 未來用更改參數就可以完成它了 最後呢 來總結一下 AN羅帽的參數畫法篇 那這裡呢 有人可能會好奇說 那為什麼我們需要用參數式的 我也可以畫完之後 每一個尺寸 我在個別去查詢這個參考表 然後手動的去一一做更正就可以了 好 那這邊前面是有提到說 我們如果這樣做的話 我們畫完之後 好 左邊會有特徵列 那我們可能在 每改一個尺寸的時候 因為它都是有一些連動的關係 那你更改之後可能會產生錯誤 那我們如果透過數學式的方式呢 好 它可以避免這個問題 我們在更改的時候 一次連動 所以呢 它會一起幫我們做更動 所以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好 那這邊呢 細節讓大家去嘗試一下 讓大家去感覺一下 好 你才會發現說 參數式的繪圖 它的好處就在這邊 另一個好處在於說 我們繪製完之後 我們不需要再做這些指令 這些指令呢 未來軟體都會自動幫我們做出來 是很方便的 好 那這裡呢 我們所繪製的呢 是一個真實的一個羅文 所以呢 如果你把它使用3D列印 把它做出來 它是可以去做鎖附的 好那這裡呢 關於這個真實性 未來呢 會使用3D列印把它做出來 好那會去驗證一下 這個AN羅帽是真實 是可以去做鎖附的 好那如果你有興趣的呢 請持續關注本頻道 好 後來會推出這系列的這個 列印的一個作品 那我們就可以來驗證一下 好原來我們也可以運用3D列印做出AN羅帽的 好那這裡呢 前面已經有做過了這個 羅帽的測試還有羅文測試片 那有興趣的 你可以到影片底下的說明 好那邊都會放上詳細的一個 好參考的作品的連結 好那這裡呢 我們透過這個方式 就是學會了這個AN羅帽的畫法 其實你也可以來做一點變化 因為有時候 我們可能不需要用到真實的羅文 那這時候呢 是不是我們可以運用的這個 只畫出孔出來 或者呢 你使用的是一個 好用軟體 去把它做出一個 輔助的一個羅文出來就可以了 只要4E 我們可以去做裝配 那這樣子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這個東西呢 我們是4購件 我們可以未來 我們可以去買到一個實際的東西 我們不需要真實的把羅文畫出來 好這樣也是一個方式 那就留給各位去嘗試 好那今天的教學呢 就到這邊為止了 我們就期待下一次的教學吧 拜拜